好 这里上来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恩典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 这是我们的苏嘉宏 大帅哥律师 刚讲到那个 跟凤梨苏的一见钟情 跟寿司的日久深情 其实我觉得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是蛮生气的 因为你怎么可以在这边讲 一见钟情 那小的怎么办 可是讲到就是说 也是日久深情 那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情感之下 所以难免你会觉得 不公平是存在的事实 对 因为以前 要自我觉察一下 以前我确实会比较 对老大 就是好像 有一次你要做什么 就配合他做 可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本来是配跟寿司 就是有时候你看 所以人 你慢慢的察觉自己 你就会想 为什么会这样 我会想 为什么会这样 对 确实 因为可能是老大比较有个性 他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那他情感来得快去得快 就是会让你哈哈哈哈大笑 也会让你说 气得咬咬咬咬 就是老大的个性 我们的老大 那我们老二的个性就是说 他就看起来就是有点乖乖的 但是有时候也会给你调皮一下 然后叫他真正做事情 他会去听 他不会太给你反抗 他会给你听 可是有时候也会调皮捣蛋 所以有点不一样 我举哪个地方不一样 过马路就好 每天让他们过马路 就是我们 他们自己上学 我们就楼上看他怎么过 小小巷子 老大怎样 老大就看起来 会牵着老二吗 不是 他们两个会一起 如果两个一起走的时候 老大会看左右没有车 就带着他们两个一起走 会快 会 然后就很快就看到 就 虽然有车稍微 他觉得有远 他就走过去 但是老二不是 我每次上楼上看 为什么他一直不过 一直不过 因为过一会儿车子来 车子远远他就不走 可以观察一下小孩的个性 有发现他两个性多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他 他这样谨慎那些状况 又 他很谨慎 谨慎到有点太小心了 老二是 受死 所以某种程度上 有时候我们就蛮欣赏 他说这日久生情 他不会影响到我的一见钟情 但是这日久生情 让我觉得 哇 这个是 也很扎实的这种感觉 那如果这样 我再来问你一个问题 延续下来 这个凤梨书跟寿司 那你那个钱 房地产 黄金 会给 会怎么分配 我告诉你 你问的问题太棒了 真的吗 你愿意回答 我会跟你讲 分配的话 我会学理加成 各位 李嘉诚知道是谁吧 香港首富 首富对不对 李嘉诚财产怎么分 他分的法是这样 公司分给一个 钱分给一个 他的干 就每个人不一样 那你两个人接我公司 不是等着两个公司 等着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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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人给钱 一个给公司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在之前 就会问这个老二跟老大 问那个凤梨书 你要 你要考律师吗 对 你要考律师吗 弟弟要 他很贼 他帮弟弟回答 弟弟要我不要 我曾经访问一个 在出版界 其实蛮有名的老板 那他就跟我讲说 我两个儿子 一个比较高 一个比较聰 我就说 他比较高 他说 我大了 说他接我的事业 他说 我小孩比较聰 他要我后面那幅画 他说那幅画多少钱 他说 现在市价都一亿以上了 那你说他是不是老二 比较聰 对 比较聰 真的 所以我在看到的是 我就会想说 我的公司的部分 对老二受私 我就问他 那他就说 他很腼腆 他很腼腼腼 不好意思直接讲 他第一个头还说 会点点头 会点头 会点头 对 他想要当 他可以当老板 但是我老大说 他自己创事业 所以是这样 就很有趣 所以 在这情形下 那你觉得 那你要把一些东西 传承给他 交给他一些 那就是交给老二 所以你说 这就是有申请 对 就是观察 对 那一件东西 就钱 未来可能会有一笔钱 给老大让他去弄 让他去自己去创业 或做什么 但是公司的部分 就会给老二 因为他才会发扬光大 所以某种程度上 绝对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东西也不一样 人个性也不一样 对 你看 你把公司交给老大 他就不经营 你干嘛给他呢 对 对 对不对 那老二说有机会的话 那为什么不给他呢 对啦 只因为他是第二吗 对啦 他不是长男吗 对啦 这点很奇怪吧 那你都是男生 对 那但是现在有人在 我们脸书上面留言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只有服弱跟服强的问题 他说现在只有服男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还是会重男轻女啦 坦白说啦 比方说有个事业 你会交给女生吗 可能不会吧 你可能会钱给女生 但你事业你不会 对不对 那该怎么办 其实我 我倒觉得这个问题是有趣的问题 是 为什么不要交给女生 为什么不交给女生 为什么一定要交给男生 然后这件事情是 某个迷思是这样 这是我们在法律上学的 但是这个东西大家学学就 但一般人不会这样去看这事 公司它其实分成两个大结构 一个叫做所有权 一个叫经营权 到底经营权的人是说 但大股东他会选董事嘛 就有经营权 就是所以董事长 他有经营权啊 他可以董事会是经营权啊 可是有没有人 他是纯当股东 大股东就好了 大股东就好 干嘛当那个 那请问 分配股利股息是谁拿 股东啊 股东啊 对不对 那董事长他们拿什么 拿薪水啊 拿薪水还有一些红利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经营的好 当然拿你的红利 那你的公司如果赚钱的话 股东分红 好 现在状况来了 你今天要传承的时候 你要传给男生跟女生 还是传给有能力经营公司 跟美丽能力经营公司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 概念应该这么说 要能够会经营公司的人 不见得是男生 让他 如果是女生 让他会经营公司 但是你如果想要把 这个所有权 就给男生也无法 就是所有权 你可以给一些男生 但是经营权可以给女生 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 他会 他只能混在一起做 因为为什么 就说 公司就公司 所以我一定要把股权给他 股权都给他 就给他 给他经营 给他经营后就是男生 就男生他不会经营 就倒掉 他脑掉虽然你看不到 可是他就倒了 或者他就比较示威了 那么 那有人 他情感上过不去说 不行啊 重男轻女啊 所以会说 我一定要给 我不想给女生 因为女生就变别人 就变别人家之类 有一些奇怪的想法 好 所以以前感觉 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但其实现在有办法 现在你 其实可以做切割的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都比较不知道 对比较不知道 也就是说 今天你如果觉得 想要照顾男生的生活 没关系就让他当股东 他鼓励啊 让女生去当董事长啊 对不对 那怎么去做切割 可以用信托 也就是说 今天信托起来 这股权受益的人 可以是男生 但是请他 在我们家里面 选一个最会经营的人 去担任 这个公司的董事 或董事长 在这情况下 就可以兼顾到说 你其实是要传承 这个股权 但是这个股权 虽然传承给儿子 可是他不会经营啊 不要他拿两份钱啊 另外一份钱给女儿拿 因为女儿比较会经营 你知道吗 我们最近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其实我们本来想要讨论 就是说 我们如果家里有家业的人 或者有公司的人 或有工厂的人 或有个店面的人啊 就是说 子女是不是有这个 一定要继承的权利跟义务 如果我不想继承 可以吗 我们本来是要讨论这个问题 后来我就跟飞龙讲 说这会被比较少 少众的人啊 其实看起来还蛮 还蛮多众会讨论这个问题的 不过我们待会先讲 房地产的问题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要持续 跟我们苏家 好像说律师来聊一聊 我们先讲房子的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等房租嘛 那当然有机会 我们再会聊聊 就是你公司怎么传承 或者是用这个经营权啊 或者是股东分红制度啦 那我们先来谈房子好了 因为台湾自有住的约很高 那一定有房子 有人还三宅一生耶 对不对 三间房子就过一生了 那房子要给一些等房租来继承的时候 会出现哪些问题啊 好会出现几个问题 今天他等房租在等的时候 他在等你有沒有要用 他在等那你在用 那是什么状况 那很可怕 所以说等房租 当然你通常 你说很多间的有啦 可是大部分都是一间或两间 对不对 对啊 也不错啦 好不好 对对对 你如果现在买一间 然后你又等到一间房子 不说一间自己住 一间收房租 对所以最好状态 就是一间自己住 一间收房租 那所以一间自己住 就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 第一个收房租 是你生活开支所需 请问那你 那个等房租 你要给他哪一间啊 对不对 就是开始产生这种问题 那等房租 好啦不管怎样 我们要财富传承 要给他 那所有书律师 教你的第一招 就是说 等房租他在等 那你给他的时候 父母亲角度 当然写遗嘱最好 他就不行 就是这个 可是有的人会想说 不对律师 这个有的人就抗议啊 不对 这是以父母亲角度来说 可以等房租 等房租来说 等得很辛苦 他要等房子 而且父母亲 如果说过世之后 是不是有一些税要 很多税金要缴 对呀 遗产税要税 那顾得了遗产税 要不要顾得别的税 所以那我在 八文里面说 其实很多人 没有弄清楚状况说 那这样 我还等房租 可是 我们都是要用钱 我刚才把房子卖掉 卖掉 那我就有一笔现金 就是趁还没等到继承 说先把房子卖了 对对对 就是卖了之后 可以分一些给孩子 分一些在自己手上 例如说我有两间房子 对不对 那一间房子就自己住 另外一间 那这样我就 那不是我就把它卖掉吗 假如说这个房子卖了是2000万 卖掉2000万 卖2000万之后 2000万拿在手上 那可能一年就给孩子100万 自己也可以花用 手头上有钱 这样做法上面它有个问题是说 你把房子卖掉之后 你现金 你如果以遗产税 我们以税就看你要在处理什么税 以遗产税来说 遗产税的话 遗产税在在固定遗产价值的时候 不动产收实价 就是公告公告价 公告价可能 你卖你的市价是2000万 公告价可能是1000万 甚至更低 有的才三分之一而已 然后可能才700万 所以700万去算税金 跟你卖掉之后 过市的时候 你还可能还花一点 有1700万 那700万跟算税金跟1700万算税金 当然是1700万 变现金比较多嘛 所以你如果说 你今天是单纯说 卖房子换现金 让他做继承 这个怪怪的 就是对遗产税来做怪怪的 那这是 但如果有人说 那如果是整体来看的话 如果今天房子 等房租拿到了之后 他可能就要卖掉 就是有的孩子说 我等房是因为我需要用钱 对 我好不容易等到了 天上掉下来的钱 那我就要卖掉 对 他卖掉 对 那所以这时候就会考虑到说 那到底房地合一税的这个问题 到底 我继承完之后马上卖 会不会 因为继承来的房子 以我刚刚举例来说 2000万卖出去 他700万的公告低价限值 所以等于他继承 假设这个爸爸没有卖房子 直接他过世之后就给孩子 那孩子继承的时候 他等同意拿到一个公告价 700万的这个房子 对 那就他觉得要钱 对不对 卖掉了 嗯 那卖掉之后 那卖掉2000万嘛 嗯 那2000万他成本是700万 嗯 那这样算起来 税金是很高的 他有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对 他房地合一税 而且要看房子在什么时候买嘛 假如说房子如果新的 旧的那还好 可能爸爸第一次继承 他用 他还可以用旧制 可是很多是新房子 最近买的房子 哇 那这样一继承起来 哇 45% 45% 走死人 对不对 对 所以说 所以有人就说 那这样的话 这个律师 应该不是应该要 生前先规划吗 所以有很多人 因为孩子 拿到房子 他可能就会卖掉 他就考虑到节省房地合一税 那与其这样就不如说什么 假如这房子是这个106年以后 他去买的 所以就可能是就变成说 你就 他就会想说 那干脆跟儿子做一个买卖嘛 就买卖 在生前的时候就做买卖 可以用1000万跟他买 或者多少 但是还有用 请儿子去这个贷款嘛 所以他等于是适度的 跌高那个取得成本 再去卖 也会有这样的算法 所以你要看 你要节什么税去做计算 这才是重点 所以 但是你这样做买卖 一定会有土地增值税 等等的税负 所以都要做计算才能够 等房族 你要拿到房子之后 马上卖 要记得房地合一 所以要考虑到 对 因为现在等房族会有个问题 他们问我说 这个老房子 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私讯 然后一直问说 这个老房子 那我是继承来的 我要租呢 我也租不到好价钱 那台湾的一个租金的投报率呢 大概就1.5% 2% 你跟放定存也没太大的差别 于是呢 现在有很多什么高股息 ETF 跟你讲配息率5% 8% 10% 他都觉得不错 所以他就说把房子卖了 卖掉以后呢 我就拿这个钱来投资 这种高配息的一个商品了 可他忽略一个问题 就是税的问题 有些有个房地合一 你就先扣45%了 对啊 所以很多一继承来 就卖掉这个很恐怖的 对对对 然后这些继承来的房产 又很干净了 又没有什么 又没有很多东西 又没有说什么贷款啊 等等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产生了一些 没必要税付问题 那所以其实反过来想 我也觉得有这个房地税 合一税好处就是 希望大家不要卖房 老家可以留下来 对我觉得 有时候这样睡 你可以正面想要节节节 不是有时候是税很高的时候 你反而这样留 小孩子不会乱卖 可是如果你都已经去见上帝了 你怎么知道 你的孩子会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 如果你没有规划 或者是规范的话 我觉得规划还是很重要 讲到规范就压力 大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坏坏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们旁边的就是 恩典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 我们的苏嘉宏律师了 我们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也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哪一种可以省税 哪一种可以结税 可是我们要提醒大家 你会防范不了 你小孩可能犯的错 比方说他拿到了房子 他立刻就把你卖掉了 他没想到 因为有房地合一税 或者是说 你在生前 你去做了一些买卖 你永心给搞 可是小孩到最后 为了这个 钱的分配不均 对不对 到最后你就喝咖啡了 然后上帝 跟上帝喝咖啡了 然后子女还在抱怨你 对 那该怎么做啊 其实做的是 我们最重要的传承 到底最有价值是什么东西 你说要把老房子留下来 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价值是你的精神 你掌握财富的能力 运分姐姐是之所以能够坐在这个主持台上 是因为她财经的能力 她综合很多能力 她有了 这个东西才是无可取代 但运分姐她银行里面存款或你的房子名字 那当然很重要 可是最重要的是 这个人本身拥有能够掌控财富的能力 这个是最重要 那回过头来 我们回到这个例子来说 你给房子给孩子的时候 那个只是表象 可是你如何掌控房子 你如何运用这个房子 运用这个资金资产 这个能力 如果没有给孩子 那么这个才是问题大条 对 因为遗产分配真的好难 因为大家都是 所以因为我做 我处理很多 所以我慢慢发现说 我就发现说 法律对我们来说处理是简单的 因为就是争嘛 你要争 好我们当然就把你争 就争到 有手段 有策略 有战术 对来我们就争到底 对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这是简单的 可是我发现说 那这个简单的 可是什么叫难的呢 难的是 如何上一代的那个精神 他怎么去拿到这个房子 他怎么运用这个房子 让他家庭幸福 这件事情 没有传承到 所以我们只顾到说 我们把房子 好很顺利啦 我们整个家庭 那个税金也比较少啦 这样传过去 结果他对方不会运用 才看不当 其实我坦白讲看到这样 有时候也羡慕 我现在思考的问题 我有一天看到 我就进入一个大厦 我看到一个年纪轻的一个帅哥 那他刚刚他还从那个 蓝宝吉尼上 蓝宝吉尼上走出来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问他说 哎 那个 我就 我就国际勇气问他说 哎 这个是你租的吗 还是你买的呢 还是那个啊 还是你怎样 他说 哦 这是我收藏的 哦 你没有看这个车牌吗 0857 对对 零白无级 零白无级哦 这0857旁边还有好几台哦 那都是我的 我的收藏呢 收藏哦 收藏 你知道 哇塞 我听了之后 真的是 觉得第一个很羡慕 对不对 很羡慕 那第二个就觉得说 好 那 那这就 看起来他 呃 不知道是不是 投对他呀 对 他是第二代 那我觉得 一则是很羡慕 那 再是想说 那第一代的人呢 第一代的人他开什么车 但我不晓得啦 只是 我很好奇 要不然牛车啊 很辛苦啊 通常 通常第一代 都没有这么多车啊 那就在想说 那 那么 这么多车 我觉得是很好 是享受 不过 他管理财产的方式 就是说 收藏 嗯 跟第一代不一样 对 第一代是什么 他也许 在公司有很多 为什么 这公司不能关呢 啊 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 同仁员工 家庭都要靠我们 好 各位同仁如意 我们要 赚更多 让大家更幸福 有没有 第一代他有这个东西 对 他有那个东西 那么 所以他不管房子 公司传承下 结税是一个表层 这个东西到了第二代之后 他是怎么去运用 那所以 所以我才会讲说 那他要是运用 你不是跟他说 儿子你来啊 就跟你讲好 或者是 那当然是最基本说 那遗嘱要写一写啦 东西要讲一讲啦 这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叫做 这只不过是六十分 你真正要拿会的时候 真的要手把手 手把 我不是说 不要买跑车 其实我非常羡慕他 我也想要买跑车 可是我觉得说 你太高了 我常常安慰你 太高了 你坐跑车不舒服 我讲真的 费用叫你骑 我现在重机不敢骑 你不敢骑啦 因为这叫做风险问题 风险问题 我万一不小心 啪哒跌倒就好了 跌倒万一我脑袋撞到 你变山道猴子 对对对 变山道猪 变山猪 很惨啦 对对 要有风险 你现在责任很大 万一我 这就是万分之一风险 我都觉得我不能冒 我觉得我不能冒这个风险 你知道我现在改了 你知道吗 那你的重机呢 收藏起来 不是我重机早卖了 早就卖了 我只留下一顶安全帽而已 我最近想冒安全帽 应该要送人了 因为为什么就是 为了两只 为了风险概念 对对风险 风险概念嘛 就算你有千万分之一的风险 我不能冒 对 我现在不能冒这风险 对 所以我不能冒这风险 那我只能断舍离 就说那你就不要想了 好感动 今天知道两个天大的秘密 第一个 苏律师是一个不公平的爸爸 第二个 他现在已经不起重机了 对断舍离 真的 虽然有时候我真的很想起 可是我觉得不行 就断舍离 真的 是最近 我弄清楚了 对那是风险概念 我不能做 对而且 而且一丁点的风险都不去 对因为你今天 你今天想要做一些什么贡献 你真的要 你今天有社会责任 我们的同仁 对不对 我们还要努力 对啊 才有办法 所以在这情形下 不能有风险 所以很多事情 你看这是第一代想法 请问如果我是第二代 我不会这样想 对 我不用 我不用啊 我老爸赚钱给我 对啊 我只要 老爸 我现在需要最新的那个 对不对 那他有就好 重机来 没关系 因为比较没差 所以一代二代概念会不一样 所以这是怎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叫责任性的责任 某种程度责任会让你强大 真的 你我们为了负这个责任 有时候觉得责任好像是压力 确实它是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会让你长大 会让你与众不同 你思考点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而这逻辑你要传承 或交棒给下一代 不管是公司 或者是不动产 他是不是 你是不是把这个亲自交在手上 因为这个不好教 所以通常 啊 不要以后再说 通常以后再说 说到都不能说 对 所以我是鼓励 如果是你是企业家 或是你还没跟你孩子谈 可以多花点时间跟你孩子 不是跟你讲 直接谈这个事情 而是多谈一些其他有趣的事情 你观察他 你引导他 让他懂得 能够对这个房子负责 对这个家负责 这样的传承的概念 我觉得是最棒 他永远会记得你 对 而且我觉得真的不是说 我今天有房子 买足你生活的 那个一切的开销了 是家庭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我们待会会来聊聊台商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今天在节目预告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 就是要加码一下 谈谈台商的问题 因为最近台商 其实回来蛮多的 那台商我会发现到说 原来台湾的继承 跟大陆的继承的房子 房子的继承 其实顺位不太一样 财产继承的顺位也不一样 我觉得真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对 大陆的地方的继承的顺位 根本不一样 大陆第一 不许两边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大陆第一顺位的继承是 子女 配偶 跟父母 他把它列为第一顺位 它三个是同等的 同等的 同等就是子女 配偶跟父母亲 他觉得这最亲 就是他的概念是这样 最亲跟第二亲 最亲跟第二亲 最亲的 我们你想 谁跟你最亲吗 就是我的太太 我的小孩 那我父母亲在就我父母 所以这三个是最亲 都很难割舍的相同亲 所以说就是一样 都同等的 所以他们就只有三分之一 每个人都只有三分之一 那谁是比较第二次亲 就是除了这三个 兄弟姐妹 对 兄弟姐妹 对不对 主父母 对不对 是这样的这个看法 所以他会有点 不太一样 那我们的排顺位 我们排顺位是 我们是以配偶 一定有 对配偶 那就是第一顺位是子女 子女 没有子女才是父母 没有父母才 没有子女也没有父母的时候 才是兄弟姐妹 没有兄弟姐妹 才是主父母 我们把它分成 比较细致化 分成四个顺序 但是配偶一定会有 这个状况 所以在这情形下 会变得不太一样 那因为像 像这个地方 尤其差别在于说 今天如果像配偶 就配偶在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小孩 没有父母亲的听的时候 在大陆上 就是配偶全部拿 全部拿 对不对 最大不一样 因为他是 他第一顺位 最亲嘛 最亲就三个嘛 配偶 子女 跟父母嘛 所以父母跟子女 有顶客族嘛 没有子女嘛 父母一定会比我们早走嘛 这正常状况下 所以配偶可以全拿 对不对 所以兄弟姐妹不用啊 因为他是第二 你是次亲第二孙位的 我的天啊 对 是这样 所以大陆的逻辑 跟我们不太一样 那 那在 那如果说是在 那个大陆领证结婚的 像我有很多朋友的小孩 其实都在大陆领证啊 是 对 所以他们就是受这个法律的 原则上是 如果在大陆 用大陆地区领证结婚的时候 那是在那个地方结婚 搬用那个地方仪式 可是还是要看国籍 跟看东西的所在地 所以它有点复杂 简单来说 那房地产当然是在大陆啊 对 现在房地产的部分是说 大陆会以大陆的房地产 大陆的房地产 他们是要求是以大陆的这个继承顺位 可是如果你是现金的话 它还是以你本国籍 例如说是台湾人啊 对不对 不好意思 就知道台湾的法律 对 但是如果大陆的房地产呢 就是大陆的 所以你看很特别吧 就是台湾人你在大陆 大陆买房 台商嘛 在大陆买房子 可是在大陆买房子的时候 大陆他登记的时候 是要用大陆的继承的法律 那你说你家的你的太太 你的子女 还有你的父母 要他们两三个 他们三个都要同意才行 他们三个种类的人 都要同意才行 那如果说今天父母亲不在 什么父母 是双方父母了 因为你结婚嘛 过世的人的父母 就过世 过世的人那个 我们都看过世的 这样我懂了 因为例如说我在大陆有买房子 那是我过世的情况下 我过世的情况下 他就看 那我的父母跟我的子 两个孩子跟我太太 这三个人的证件 这三 应该是我两个孩子嘛 两个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两个 太太一个 就五个 我们这样三个 这五个人 他把这五个证件看清楚 那五个证件 他爸妈不在啦 那请你提示 那个爸妈除户的证明 或他死亡证明 这两个 对不对 然后那就要拿我的两个孩子 跟我的太太的这个同意书 才可以去办 相关还有房产证等等 把办完 所以他看的顺序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 所以这有点复杂 但是你如果说 当然有些其他的这种 所以这要做法律上的冲突 有的时候在法律上冲突的时候 怎么去运用 怎么去调整 这又是另外一个学问 所以有的人在继承的时候 对这个每个国家不动产 所以要特别做一些注意 对 其实每个国家好像都不太一样 美国欧美都大概都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 那大陆其实继承 他有一些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例如说你今天在过世前 是不是有受过别人抚养 或抚养 好这个状况 那会加加减减 或说今天你过世之后 谁会陷于生活困难 这个也要加加减减 就是说我今天过世之后 我太太生活困难 那我儿子过得很好 那这样他就说 这个遗产太太要多哪一点 因为他们做 这叫做他们就是一个公平式的 就调整一下 所以跟我们这样齐头式的 我们其实全部都平均 数学式的公平 跟他是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的好处是简单计算 他们的好处是做个案调整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那种材料权就比较大一点 比较大 那我们这边就是公平 对 那做法上我都建议说 如果你要真的要处理 就是我们最好在大陆 也利用大陆的法律 做这个遗嘱 做指定 你看这个房产给谁 就比较快 也可以吗 我在台湾可以主张 我在大陆的房产 要做怎么样的处理 但是我建议的方法 不是用台湾的遗嘱 最好 做台湾遗嘱是可以 但是最好方法是在大陆地区 在用大陆地区写遗嘱 处理大陆地区的财产 台湾地区用台湾地区的遗嘱 这样分门别类是最快速的 因为他们会认得他们的法律 他们会认得他们的法律的制度 跟方法 跟逻辑去做处理 这样会速度快 因为各地都会有遗嘱 所以你在美国就有美国的遗嘱 美国资产有美国资产的遗嘱 日本的遗产就日本资产 那台湾就台湾资产的遗嘱 这样每个地方就会变成说 我在每个地方 我都适用当地的法律 做最好的安排 我发现这样比起混 就是当你如果来不及 当然有的时候是来不及 然后时间紧迫 我们赶快做 就是全球做 可是如果今天来得及的话 我们就会分门别的 全球做是多有钱 好我们今天就把概念 跟大家来讲一下 那今天非常谢谢苏律师 因为我们待会就要留时间 给大家来开放call in 因为我们今天就预告 所以我们的直播 就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等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就来接call in电话 02-2509-9933 我们直播到这边告个段落 拜拜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 我们的率律师苏嘉宏 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 现在可以call in进来 02-2509-9933 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我们把握时间来接call in电话 喂 喂你好 你好请问贵姓 我姓吴 吴先生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苏律师 就是说假设我父亲 他生前先预立离嘱说 要把他的房产 他有两个小孩 要分给其中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没有分到的话 然后等他过世之后 如果另外一个小孩子 他去法律那边提告说 他也要争取的话 可以争取得到吗 是争取得到的 如果另外一个小孩 他没有特别的上市继承选 就是一般的状况下 他还是可以有特留分的处理 所以一般来讲 就是他遗嘱 看看他遗嘱怎么设计 那不管怎样 对方也有特留分 所以要好好的妥善 处理特留分的问题 是这个的关键 好谢谢 好提供也无先做参考 好我们把握时间来接call in电话 02-2509-9933 我们来接call in电话 喂 你好 你好请贵姓 我是杨 杨小姐请说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的父亲是在20多年前过世 那时候我的继母只有50几岁 所以我跟我妹妹都没有继承任何的遗产 那我的母亲现在已经78岁 继母 那如果她过世的话 我们可以主张有那个之前的遗产可以继承吗 可能没办法 因为如果今天你爸爸过世二十几年前 如果财产全部分给继母的时候 现在你爸爸的遗产已经不在了 已经那个钱已经变成继母的遗产 而如果继母的遗产 继母不在的情形下 你们又不是继母的继承人 因为你们如果 他是找继母的孩子 兄弟姐妹 祖父母 所以你们会拿不到 那解决方法必须要继母 能够愿意写一份遗嘱 把某些财产给你才会解决 不然的话这个会很危险 对 因为继母 就钱继母拿去就是继母的 对所以说 所以继母的 反而是继母 如果他有小孩的话 对就拿去 或他兄弟姐妹拿去 或他兄弟姐妹 对就拿去 或者是今天他们都没有小孩 没有兄弟姐妹的时候 就充公了 就充公了 对 是这样 所以这是很恐怕的问题 所以这还要有个遗嘱 这个很重要 好 我们把握时间来接call in电话 02-2509-9933 可能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 因为很多人把电号打进来 而且发现有人在问问题 一总好把电号挂掉 那你这样就永远都等不到 所以你多一点点的耐心 02-2509-9933 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可以call in进来 我们来接call in电话 喂 喂你好 请问贵姓 谢谢 好 请问一下律师就是说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是父亲过世了 那父亲是继父 那母亲 所以就直接是母亲去寄成遗产 那母亲走了 那是执细清楚吗 所以这个地方跟刚刚完全不一样 如果是继父过世之后 那就会是继父的配偶 就是你的母亲 那接下来就是 这个继父有没有 之前有没有小孩啊 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那有没有祖父母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才是全部给你的母亲 不然的话就变成 你母亲会跟继父的一些继承人 一起继承继父财产 会分到一部分 分到一部分 最后妈妈过世之后 这妈妈的孩子就可以 分到妈妈的财产 我懂了 懂了 太好了 了解了解 好 这个提供给谢小姐来做一个参考了 好我们把握时间来接call in电话 02-2509-9933 我们来接call in电话 喂 你好 请问贵姓 我姓陈 陈小姐请说 就是我现在要卖一间房子 然后那个才发现说 隔壁他有 就是占到我的平数 那我们有去 去公所做调解 但是对方他不愿意返还 说叫我去告他 走法律 对 那就变成说 因为是他卖房子 跟他占用平数 就变 这个就变两个方法想 第一个是 对于这占用的部分 你可以采取法律行动 要主张占用的部分 看是财务还地 还是补偿一些金额 那另外最重要的是说 你如果要卖房子 那就可以只是条件上问题 就变成说 你卖房子之后 让买家是不是来买 买家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 还是你要处理完再卖 所以这就变成说价格问题 那一定要跟买家讲 有被占用的状况 然后让买家做一个合理的判断 那只是价格做一些调整 就是反正就说要透明了 你不能不讲了 你不能不讲 你不能不讲 不讲人家会跟你说解决或怎样 因为占用大小跟状况 会看个案而定 这干嘛一定要打官司嘛 就告就麻烦了 对就看如果说不告的话 那看是不是后手 他自己去做出 也可以就看 因为每个打官司跟不打官司 打官司也有好处 是把事情弄清楚 它是好处在这 那没有打官司的好处是说 反正价格让了一点点 比较美相安无事 好这个提供给陈小姐 来做一个参考 好我们来接扣应电话 喂 喂你好 请问贵姓 我想请教一下 我先生今年五月底走的 他台湾银行留有四万多 我不能领 为什么我会不能领 我做太太的 还要我的 我有一个养女 有一个儿子 有一个女儿 为什么我不能领 要他们一起出来领呢 好 这是因为这个先生过世之后 遗产是由配偶 跟其他小孩共同继承 所以就要大家一起同意才可以领 所以这必须同意 那如果没办法同意 就看调解看看 或是用法院诉讼分割 才有办法单独去处理 而且他要那个缴清 那个遗产税 对不对 对 遗产税要清掉之后 对 你就可以来做这种分配了 对 好 这个提供给我们这位小姐 来做一个参考了 好 我们真的时间有限了 真的就没有办法来接 call in电话了 那当然提醒大家 就是在做财产任何规划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想到 早一点想到这些问题 对不对 我们刚才广告时间有讲到 就是说 你不要等到有一天我重病了 我躺在床上 我才想到这些问题 那会来不及 就是工具会变少 然后你思绪会变混乱 反而会看不清楚 工具变少 思绪会混乱 对 因为你思绪混乱 因为到时候你旁边的人 有时候那些状况 因为我们看过太多 你旁边也许就是看护 也许旁边的不一定是 那个你最想要 可能是最强力照顾你的人 那也不一定是 你最希望他照顾你的 就很多状况 千奇百怪 所以先处理 先安心 好 这个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好朋友 大帅哥 下个月就是他的 one man show了 好 谢谢苏律师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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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